11月16日赵丽颖出席北京某品牌活动 赵丽颖当天穿着一件黑色露肩长裙 前面简单优雅 后面暗藏玄机 这件礼服背后的镂空和花纹 衬托了赵丽颖的皮肤特别百息 赵丽颖自从剪了短发之后 造型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尝试了很多之前没有尝试过的风格 气场大开 把头发扎起来的赵丽颖擦上红唇 嘴角轻微上扬 自信又有魅力 11月14日 赵丽颖晒出一张自拍 照片中她应该是在拍摄新电视剧 知否知否英式绿肥红兽 古装发型十分清纯可爱 小包子脸超萌 网友评论到 你不胖不胖只是肉嘟嘟 为明蓝打扣 之前一组赵丽颖为某代言品牌的宣传写真曝光 赵丽颖身穿深微大花裙 搭配烈焰红唇美艳逼人 在另一个造型中 她身穿飘逸长裙 性感大落背 净显女王功气 日前赵丽颖被邀请到某时尚网拍摄新海报 摄影师发现 赵丽颖比之前更加瘦了 私下聊起来 原来是因为前段时间牙疼吃不下东西 不过她自己觉得也挺好 因为这样更能上镜了 那么辛苦工作 还因为牙疼吃不下东西 着实又令网友心疼担忧 此外赵丽颖在最新的时尚巴刹中的造型 也是美苏到了粉丝的心 迎宝花身水中精灵 眉目清秀 神色淡然 星辰大海都揉进了她的眼里 正所谓努力的人 眼睛会发光